你提到的诉讼案件 我理解是9月1日 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 第一批加征15%关税措施正式实施 中方于9月2日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的诉讼 中方目前没有撤回诉讼的考虑 我想强调的是 美方的征税措施 严重违背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在世贸组织对美方提出申诉 是中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行动 同时也是中方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的举措 谢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